来 来 来 妈 我洗完了 厨房也收拾干净了 您喝水 妈 你看跟你说了 婉芳哪儿 我自个儿收拾 还真也刷了 妈 应该的 等你们俩结婚了 我这人生的任务 就算完成了一半 等过个一年半载 你们俩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我这人生的任务 就算是彻底地完成了 我一想就笑啊 你知道吗 我想跟那个胖小子 白白胖胖的 我连名字都起好了 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叫 留学生 怎么样 你妈呀 你太奥特了 你要起名字 就得起一个什么呀 不容易重名的 那你说 你说是什么 比如说 流鼻血 流口水 你就瞎说 要我说 你叫展鹏 我就再给他起个名叫 刘雄英 你这都讲了 敏秋有意见 听听敏秋 你说 你说 你提起一个 关于孩子的问题吧 怎么样 你看啊 那个 展鹏有茉莉了 我也有小雨了 我觉得已经够了 不够 咱俩 我觉得应该是三十五六 都没问题 你知道吗 孩子越多越好 你看我现在身体多棒啊 展鹏你们带孩子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跟我们家展鹏一样 都是事业型的 敏秋 你只管生 我负责给你们带 一点问题都没有 放心 不是 阿姨 我是 我是没打算再要孩子 那过去没打算 现在打算 那也不晚啊 是不是 你们俩人这么年轻 弄个孩子 那还不跟玩似的呀 阿姨 这不是年龄的问题 你看啊 展鹏有茉莉是个女孩 我有小雨是个男孩 这也算儿女双全了 而且我想把后半生的精力 都放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我是 我是没打算再要孩子 你放心 我对待茉莉 一定会像小雨一样的 绝对的一视同仁 不偏不像 爸 那个 好像你们也忽略了个问题 你这 这个 像我跟敏秋这种情况 政策上是不允许再要的 不就是罚款吗 多少钱 我出 这这不是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只要你能说出来的事 我都可以给你解决了 阿姨 这事确实也怪我 之前呢 没有跟展鹏谈过这个事情 我 不是 敏秋 你这什么意思 都这会儿 你跟我说这个 我知道 我知道 这生孩子对女人来说 是个大事 可是你想想 阿姨这辈子 就这么一个心愿 她爸这辈子 也就这么一个心愿 就想抱个大孙子 你就当是心疼心疼我吧 阿姨 我不是不心疼你 你看啊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刘展鹏 妈 你别急啊 那个 你换一个角度想 你换一个角度想 这 小语一过来 那不是 现成的一个大孙子吗 还省得你从小带来 多好的事啊 好什么好啊 好什么好 你傻呀你 再好小语她信故 她不信刘 妈 干吗 我说的是事实 你说 你说我和你爸 这一辈子就判个自己的孙子 老留下的根在你这儿给断了 他答应还是不答应 你行 你别什么事 就把爸搬出来呀 不行 不行 我告诉你 你们说这个婚礼不办 我依你们了 这搬出去住 我还依你们了 那生孩子这生 为什么不能就依我呢 这不是还没说就是 肯定不生吗 这事不是得商量着来吗 商量什么 商量什么 有什么好商量 跟谁商量 又不是你生 阿姨 展鹏 这事不用商量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会再生孩子 刘展鹏 你听听听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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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你会不会觉得 我太不近人情了 我就是没想到 没想到你能那么排斥 咱们俩再要一个孩子 展鹏 我不是排斥咱们俩再要一个孩子 其实 我特别喜欢孩子 我也不是不能再生一个孩子 可是 我特别喜欢孩子 我也不是不能再生一个孩子 可是你已经有了莫莉 我也有了晓妮 虽然 莫莉她现在不排斥我了 可是你跟姜天兰离婚 再跟我结合 对她的伤害还是有的 你想过没有 你想过没有 如果咱们俩再要一个孩子 你让莫莉和小雨 怎么去寻找 在这个家里的位置 这两个孩子 在感情上已经有缺口 不想再做任何 伤害她们的事情 而且如果再要一个孩子的话 咱们两个人 会把很多经历和注意力 都放到这个小生命身上 你让莫莉和小雨 怎么去接受她们还那么小 别说了 明秋 我理解你 等妈出院以后 我会找机会 跟她好好聊聊的 她们一起很 Peng的 最后 那 是的 她们 我会找机会 但我会找你 求剑 她把她选快 我是 我 姜天蓝啊姜天蓝 说辞事就辞去 说不干就不干 无阻事 无纪律 阿姨怎么样了 做完心电图了 目前是没事 跟大夫说还要住院观察 所以我跟老孙头请假了 今天就不去了 那你就别过来了 留在医院陪阿姨吧 我就不过去了 我怕阿姨见到我以后又动气 那个您也别往心里去啊 马姐来得快去得也快 不好 那先这样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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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花还有韭菜什么的 来 来 这个恶心 什么东西啊 怎么能吃得下去啊 不 她这医院食堂就这水平 吃两口 我这命可真苦啊 辛苦了一辈子 住院了 一口热汤都喝不上 一顿可口的饭菜都吃不上 儿子指望不上 儿媳妇就更指望不上了 就菜差点嘛 你这都扯哪儿去了 行 你 你说你想吃什么 你只要说出来 我就给你去买去 你现在就要把山珍摆往面前 我也吃不下去 不是 你这话不能两头拦着我呀 行了 行了 你别赌气了好吗 我有什么资格赌气啊 我现在都住院了 你们在家把劲儿 直接把我给气死了 你们就可以过自己的幸福 小日子去了 你这不是赌气是什么 要老这么说 你让我这儿子怎么当 怎么当啊 你说怎么当啊 不是 你说你想怎么当啊 杜敏秋不了解情况 我不怪她 可是你 你妈这一辈子 就这么一个心病 你从头到尾都是清楚的 你现在联合杜敏秋 一块儿来气我 气我是吧 妈 姐 你把话说到这份上 那我就跟你说 我跟杜敏秋决定不要孩子 也是有我们的道理的 你有什么道理啊 主要是为了莫莉 你又不是不知道 莫莉本来就不同意 我跟杜敏秋再婚 就怕失去我这点父爱 我跟敏秋再要一孩子 万一再如你所愿 真是个大孙子 是 那你是高兴上天了 那莫莉不得伤心死啊 你少拿莫莉说事 莫莉慢慢就长大就懂事了 莫莉得有个弟弟 那是咱们家的百年大计 再说了 谁说我有了孙子 就不疼孙弟了 我只能更疼她 我更爱她 和什么恨啊 那一现在 等你真有了之后 你还不一定怎么样 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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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那很多问题啊 咱们得换一个角度去想 不是 不是 我跟敏秋这一结婚 是不是小语得管我叫爸 那自然而然也得管你叫奶奶 不是 那你这个大孙子不就有了吗 那你让她改姓流 行 我让她 改 这你有点 我过什么了 我告诉你 她就是改姓流 也不是我亲孙子 也不是我们家的人 你追心眼啊 瞪着我干吗 要说这事啊 这杜敏秋她真不如江天兰 江天兰好来不及 还给我生了个茉莉 杜敏秋给我生什么的 她除了让我生气之外 她还给我生什么了 你看着我 看着我 我告诉你 你去跟杜敏秋说 就是你妈我说的 她还给我生孙子 你们俩顺理结婚 太铁了心了 不给我生孙子 她就给我滚蛋 可是你这太胡 那日子不好过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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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喂 干吗呀 那个 今天莫莉放学我去接她啊 然后晚上我晚点再给你送回去 怎么着 又要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共进晚餐呀 我倒想呢 我妈住院了 我带莫莉来看了她 住院了 出什么事了 血压突然上来了 我们差点过去了 我现在没事 我就跟你说一声啊 那个 晚上我肯定把莫莉送回去 那行吧 你好好跟莫莉说啊 对了 还有件事我跟你商量一下 行就行不行拉倒 说 这样我妈呀她吃不惯医院食堂做的饭 就好你做的那口 想让我给你妈做饭啊 行吗 刘斩婆你好意思指示人吗 你不是有杜明秋呢吗 她才是你们老刘家未来的儿媳妇找她去 行行行拉 你不行你就直说 你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怎么了 跟吵架了啊 跟吵架了啊 你们能怕我们点好啊 你还成长呗 真上辈子欠你们老刘家的 你干嘛去啊 我出去又要透透气 那我扶你去 不用了 那我到这儿接沫了就行了 去吧 是 小护士 那大夫是你们医院的吗 她呀是我们医院的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这么年轻啊 就是很年轻 她是我们宁州最年轻的教授 博士不孕不孕方面的专家 什 什么专家 不孕不孕啊 阿姨 您儿子或是女儿想要生孩子 找他准没错 看着现在行的忙 还什么专家呀 韩医生院打岛里开会呢 我有急事不去了 那可不行 省你好多专家都来了 我说了我不去了 韩医生 吃饭吧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展鹏说您吃不惯医院食堂的东西 我就给您做了点 您知道自己高血脂高血糖 吃东西的时候就得注意一点 你像以前那些特别油腻的 那都不能吃 特别想吃的时候 就照我跟您说的方法去去油腻 那不是您是来看我的 还是来教训我的呀 嘴硬有什么用啊 就住院了 难受的还是您自己 这些都是您爱吃的菜 就是有点清淡 怎么清淡 能吃得进去吗 这肉片 应该味道不错 您试试 奶奶 奶奶 妈 你也在呀 玻璃呀 来来来 妈妈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好得很 我就是可想莫莉了 那我今天就在这陪奶奶吧 那倒不行 这儿医院小孩不能待 莫莉 别令奶奶那么紧 奶奶身比你 好 还听起来 好 这个女朋友 我走 好 你很长的 来 喝喝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 一喝喝喝喝喝喝喝 你今天能来 谢谢你啊 这老太太那猛个住院 我这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她呢 她 忙呗 果然是不一样 以前你妈住院 我这忙前忙后 得不唠一句好 现在那杜明秋 面都不露 你妈一个字也不敢提 人家露面了 后来不是她 不是你想象那样啊 再说之前 我妈也不是说 不念你的好是吧 其实她心里头明镜似的 只不过她没跟你说 她背地私下里 跟我说过 走走走走走 你说什么呢 她晚上怎么办 她来不来 她呢 忙一天了就算了吧 你还真是学会心疼人了啊 我不是说心疼她 我这不是反正我嫁已经是请了吗 这要忙就忙我一个人呗 盯得住 没事 行 行什么呀 一顿饭的安排不好 行了 一会儿你带茉莉回去吧 帮你看一遍了 你不 不不不 不行 哪儿好意思麻烦你啊 你当我冲你呢 这老太太 这老太太晚上拔针起夜的 你伺候得了吗 你伺候得了吗 毕竟我叫了多八年了吗 哇 拔针起夜裔解夜裔的 是你最爱吃的 味道怎么样 特别好吃啊 真的 真的 茉莉 你妈是不是要给你找一后爸呀 茉莉 跟奶奶说说啊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 我小爸说要和我妈结婚 但是我妈又说不想和她结婚 小爸 我小爸特别特别厉害 她就在这家医院做医生呢 好多人都找她看病 她还跟我妈妈看过病 茉莉 那你小爸有没有说 你妈的病是不是看好了 这我都不知道了 奶奶 我妈她到底什么病啊 小孩儿 别瞎打听 来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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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阿乐 阿乐 你好 请问您是姜天兰的母亲吗 是 谢谢 小伙子 你是哪位啊 叔叔 你好 您是姜天兰的父亲吗 我是姜天兰的老板 天兰的老板啊 快倒水 倒水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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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谢谢 谢谢 叔二阿姨 这是小小心翼 黑鲨捷克新款 国内刚上市 我听说二老特别喜欢钓鱼 您要是觉得用得顺手 我再给您配个拳套 韩老板 还知道我的爱好 谢谢 谢谢 请问你来有何贵干啊 叔叔 我刚才可能没说清楚 我叫韩向东 我以前是姜天兰的老板 现在不是了 我要追求姜天兰 我想娶她 小伙子 婚姜 婚姻大事不是开玩笑的 叔叔 我没有开玩笑 我对姜天兰绝对是认真的 天兰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你 是 那个 天兰也不知道我来这儿 她要是知道的话 也不会同意的 这儿的地址 我是跟茉莉要的 我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是这样的 天兰跟我说 如果我想娶她 她就得过二老这一关 所以今天我就来了 叔叔 阿姨 我正式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韩向东 一大毕业 现任宁州第一医院主任仪式 教授之称 干部待遇 一大还有我自己的实验室 我知道 二位可能不太相信 所以我把这个 证书什么都带回来了 你看 这个 任职资格证书 还有毕业证书 聘书 有照片的 还有刚硬 加不了 你身体没有毛病吧 你一会儿老板 一会儿医生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 我是卫生局的领导 我问你啊 你 你在哪个科 专治不孕不育 天兰的病我也看过了 能治 你 你看过天兰 看过了 但是他不太想治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跟天兰已经有莫里了 无所谓的 你今年多大 你知道天兰今年有多大了 我知道 天兰大我六岁 不过我不在乎 我喜欢她 天兰离过婚 还带着莫里 这些都不重要 我养得起她们 我家里条件一般 房子也就四百来瓶 车有两辆 我不是很喜欢车 但如果天兰喜欢的话 他愿意买几辆 我去给他买几辆 还有存款 那个存款 我还真记不得有多少 我 反正有很多灵 就怕你存账上就要胜灵了吧 我们老乡家是正经人 天兰虽然离过一次婚 再找也得找一个精神政察 不能找骗子 您说得太对了 所以我想娶她 娶什么娶啊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干部 不敢跟你动手 你啊 赶快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走 你走 把这些东西也拿走 叔叔 阿姨 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二位一下 我喜欢江天兰 我要娶她 至于二位同不同意 我不在乎 反正我该说的也说了 该做的也做了 再见 我问你啊 天兰到底现在在干什么工作 她 她 她什么她 打电话给我叫来 这水这么凉怎么喝呀 那给您吃完饭漱口用的 擦她脸吧 是你自己要留下的啊 别弄得像我欠的似的 是我自己想留下的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您要真不想见到我 赶紧把身体养好了 我 赶紧把身体养好了 来 妈 天兰 在家呢 你有事啊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啊 怎么了 有个叫韩向东的来过家里 他去家里干什么 他 他 他说他要娶你 就是过来通知一下我和你爸 天兰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你爸气得差点犯病 那我爸现在怎么样 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 不是 你爸说让你回来一趟 说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你信我吧 我跟他什么事也没有 我 阿兴 你不是那么糊涂的孩子 可是 你爸他 那你帮我跟我爸解释一下 你就说 算了 算了 我现在去那边忙着呢 我一会儿去跟我回去一趟 那 那 那你有事你就先忙吧 今天就别折腾了 没事 你爸那儿我劝劝他 我跟他好好说说啊 好嘞 好嘞 你给我抖什么乱呀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啊 让他给我回来 他不是说他有事吗 宝贝啊 抱着小羊睡觉了 这是小狗 这是小 我一直以为是小羊呢 好 那抱着小狗睡啊 爸爸 你能跟我讲个故事吗 那我给你讲一个 小红帽的故事吧 这个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妈妈已经跟我讲过了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的故事 妈妈也跟我讲过了 而且还带我去看着电影 你知道海明宝宝和佩佩大星吗 海明宝宝和佩佩大星吗 佩佩大星吗 佩什么星 佩大星 佩大星 他长得跟车辆沙差不多 佩大星 哎呀 宝贝爸爸得接电话 改天给你讲这个佩大星好吗 改天给你讲这个佩大星好吗 好 请客 躺点睡吧 晚安 晚安 明秋 展鹏 阿姨那边怎么样了 明天再做两项检查 没什么问题 我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 孩子的事情 她还是不答应是吧 是这样 孩子的事 一直是我妈的一个心病 所以呢 总着你再给她点时间 不过你放心 我会站在你这边的 我 我抽空再找她谈吧 好 我知道了 那你也注意身体啊 行 早点睡吧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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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路上堵得跟停车厂似的 这 这怎么了这是 刚才医生来过了 说你妈这各项指标都合格 可以出院了 就这一分钟又不想带了 合格了好啊 合格那出院吧那赶紧 你怎么来了 那个 我早上起来熬了点粥 给阿姨送过来点 阿姨 你好点了吗 没事 死不了 对 她那 合格了 能出院了 那好啊 阿姨 那个 我昨天特别忙 所以就就没过来看你 真是太客气了 谁说我住院了 你就一定要来看我呀 妈 妈什么妈啊 你也一样 不愿意来就别来 夜不见为惊 夜不见为惊 天蓝啊 你看 我生病还麻烦你来照顾我 不好意思啊 辛苦了 早点回家去休息吧 谢谢啊 我拿着 我拿着 谢谢 你杯子 谢谢啊 走吧 妈 妈 阿姨 妈 你这一直没吃东西 要不我把敏秋给你熬那粥热一下 喝 喝点 阿姨 您要是不愿意喝粥的话 想吃什么您跟我说 我去给您买回来 别急 行 那你先歇会儿吧 我跟敏秋就在外面 有 有时候叫我们 喂 好 我知道了 那个 有篇稿子临时给撤下来了 我得回趟杂志社 明日就出刊了 今儿涉稿吧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得回去看看 那个您帮我跟阿姨说一声啊 那个 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 那怎么行 阿姨怎么办 她大夫说了 她回家也是静养 再说她现在 那气头上 你说我在这儿待着也待着 跟你回丹药牙一堆事呢 要不要跟她打个招呼 算了吧 你现在打她也不理你 我待会儿给她发信息吧 走吧 minded 刘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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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干吗呢 下来透透气 顺便等他们记者赶稿回来 我再审一下 那可没点了 我去给你打个包吧 不用了 一忙起来反倒不想吃 那个 今天江天蓝去医院的事 别在意啊 是我之前给她打的电话 那个 我妈吃不惯医院做的饭 所以想看她 能不能帮个忙做点 她电话里就拒绝了 后来我也没跟你说 没想到她后来又去了 没事 那小雨的爷爷病了 我不是一样去医院照顾吗 这都正常 那你是把小雨的爷爷奶奶 当做自己的父母 他们好像关系不是这样 之前一直听你说 江天蓝和阿丽的关系 不是特别好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想江天蓝结婚不久 就在家辞职带孩子 那跟我妈二十四小时 大眼瞪小眼 就难免有些磕磕碰碰 而且这事也怪我 我在当中没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本来吧 我是想求一个天下太平 所以但凡遇着点什么事 就这边瞒着那边哄着 结果呢 十到七晚 这小事都闹成大事了 不过咱俩结婚没 没这问题啊 第一咱们跟妈不住在一块 第二 就算住在一块 你脾气这么好 跟我妈也不会有那么大矛盾 对吧 阿姨是有些强势 不过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沟通得很好 对 我这一点不怀疑 还有孩子那事 刚提出来那老人家这 脑子肯定转不过来 都缓缓 好 慢慢来吧 什么事都不是一天两天 能够解决的 行 没事你就回去吧 我这边可能要到半夜了 那正好啊 我陪你 这回去我妈在气头上 我也是爱妈 你还是吃点吧 我这儿给你送东西去 大家都不知道 你不是大不了 我没有什么事 我还是要做的 我没什么事 你快点啊 完成订阅